这是曾经烂尾了六年之后,又继续建造的大楼,它在建设时颇具争议,建好后高近五百年,是最高的平顶石大楼,有宽敞的空中观景台,安全程度也是数一数二的,它就是位于摩都上海,寸土寸金陆家嘴商务区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,是上海的第二高楼,它的建造见证了我国的崛起,本期视频带大家了解其建造背后的故事,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,上海也具有了亚洲金融制度的潜质,就打算建造三栋超高建筑, 日本森大厦公司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,就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进行投资,让其成为第二栋超高大楼,于是当时森大厦公司的森老板,找了很多家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,募集到了6.3亿美元的资金,找到了联合设计师事务所进行设计,大楼的设计最先采用我国古老的田园地方的里面,所以在建筑中融合了方形和圆形,当然在今天来看是有点俗套的,大楼以钢铁和玻璃建造,两条弧线逐渐上升,高达95层的角株体, 使其成为让人眼前一亮的新地标和全球第一高楼,这个圆形窟窿也是一个风洞,有缓解高楼风阻的作用,设计好后很快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出现在眼前,那就是地质,这里位于长江的路海口,是一个冲击平原,该地土质送然有大量棉土含水量高,建在上面的建筑会发生沉降,这对大楼的建造是噩梦般的存在,那么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? 设计师想到把2000根基桩打入地底80米处,钢棒与土壤之间的作用力可以让地基牢牢的固定 快手,拥抱每一种生活